记者罗子新台北报道,创作歌手No Name于全滨今年再度受邀参加坚实乡泰雅族风年纪,虽然天气不佳,他仍玩得十分开心,不过回车时却碰到惊险插曲,车子突然油门踩不动没反应,让他吓得半死,立即紧急闪灯,把车滑道路间处理。 他说,还好当时车与车的间距没有太近,不然可能会被后面追撞,后来也幸好有信用卡的拖掉救援,已经拖到我家附近修车厂了,是逢农历七月,碰到这种吊鬼是会不会有点害怕。 No Name表示,其实算有惊无险,虽说真的是吓出一场冷汗的惊险,但人安全就是老天有保佑。 雖发生抛锚事件,但某Name回想这次参加疯年纪获得满满收获,他说,看到族人们纯真的一面非常感动,虽然我没有在部落里面生活过,但每次从大都市回去受到山林的洗礼,脱去很多在都市的习惯。 例如在都市总是低筑头使用电子产品,但在部落里面,就看到大家一起吃东西,唱歌,聊天,虽然下大雨,但大家都不怕,一起在外面跑啊跳舞啊,小朋友开心的玩泥巴,就像是一场洗礼,很棒。 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小朋友跑来问他是哪里人,他回说住台北,没想到小朋友坚持认为他是美国人,原来小朋友看到他留胡子又戴帽子,认定他就是美国人,十分可爱。 此外,风年纪一向会有超风城的食物,但今年下大雨生活不易,山竹烤到下午还没烤好,幸好晚上还是顺利准备好, 让他吃的,玩得非常满足。 MoName参加风年纪回程在高速公路突然抛锚。 爱迪生提供,农历七月遇到鬼事件,MoName仍十分乐观,感谢老天保佑。 爱迪生提供,MoName受邀到监视乡泰亚族风年纪表演。 爱迪生提供。